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泰国 BATAYA 的一个测试车场里面 我们要试驾这个全新的 Continental CC 7 轮胎 因为在上一代的这个 CC 6 呢 就可能有一些消费者就讲这一个轮胎的 这一个 performance 啊 或者它的寿命啊 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一次这个游戏期呢 他们在这方面进步很多 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它的这一个整体的性能表现怎样 而且今天是一个下雨天 大家看天空 下雨天所以更好的可以测试这个轮胎 而且重点是在马来西亚时常下雨 大家对这个Web Performance 是很注重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测试一下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看这个轮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C 7 的轮胎花纹 基本上他们有表示在这个轮胎花纹 他们做了一些设计 特殊的设计 他们可以延长这个轮胎的寿命 然后重点是这个轮胎的胎道声会很小 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设计可以 抵消掉那个噪音的震动 然后重点是它会更耐用 我相信大家买到这种轮胎的 都是很在意它的耐用程度啦 然后我有去这个 Shopee 去查一下它的价钱 这个轮胎的价格大概是从 160块左右 14寸的价钱啦 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个轮胎是有 13寸到16寸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去这个轮胎店看看啦 因为不同轮胎店的价钱都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第一站测试 我们是测试这个轮胎的这个舒适性 所以我们现在会模拟这种 大概就是我们在这种达曼路驾车的时候 你要过那种Bump 的那个感觉 OK 我们现在速度会维持在20-30寸左右 现在前面是有这个Bump 的 20K OK Go Go 20K 2042寸 为什么我们做这样子的测试 是因为有一些轮胎它的胎壁 所以如果太厚的话 那么它在过这种减速带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车子的舒适性 这个震动会很明显 然后 它让我们做这个测试 就为了测试这一个轮胎的舒适性是OK的 你看这种小小的震动 它会把这个震动吸收的很干净 不过刚才呢 我有跟这个原厂的人员了解一下 他们有表示其实这一个 CC7跟CC6的舒适程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 主要在于呢 这一个轮胎 它的这个使用的寿命会更长 所以它可以维持这个很好的舒适性更长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OK 现在我们来测试多一次这一个 它的震动 OK Go Maintain 20 我觉得这个轮胎的这个 它这个整体的震动 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我的速度其实大概有到30左右 所以它的这个震动吸收是很好的 所以我 Samurai就是 它虽然讲它的舒适度是跟这个CC6一样 但是因为它使用了特殊的设计跟特殊的材质 所以它的这个整体使用寿命会更长 所以它可以维持一个更巅峰的这个舒适度更长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们再走多一次 该那种小小个的那种Speed Pump 也是一样维持20的速度 OK 这个舒适度是OK的 这个轮胎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这种B AB Segment 的小车用 它经济和舒适 最重要的是 它的隔音据说有很大的进步 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隔音测试 所以大家记得看下去哦 OK 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测试 就是这个轮胎的噪音测试 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重点 根据原厂的说法 它们经过了这个胎域花的这个独特的设计 可以吸收这个震动 然后吸收这个声音 然后它们还有一个这个叫做 Noise Braking 3.0 的功能 所以这边它们摆了两台车给我们测试 一个是它们这个CC7 一个是它们的Competitor 来试下哪一辆车比较安静 等一下我们继续试驾一下 看一下哪一辆车的噪音比较大一点 OK 现在我们就坐在这一个 用这个CC7的Camry 我们等一下就来试下它的这个噪音 我们大概会行驶 大概是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然后速度维持在四十六十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 我会尽量不讲话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等一下我们出发 这真的好安静 虽然讲这个赛道是比较平整一些 但是你可以听到其实这个轮胎的噪音 就不是的那么明显 除了这个引擎声量可能大一点之外 这个轮胎的噪音还是OK的 这个是让我有点小 surprise 的地方 因为刚才我们做那一个 舒适测试的话 其实并不会听到太多这一个轮胎的声音 但是这一个是真的可以听到它安静了一点 尤其是那种低频的那种声音 它真的是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就跳来的另外一台Camry 这台Camry用的是他们说是competitor的dia 但是什么brain我们就不要讲啦 然后我们来试下它的宁静程度 我们等前面的车子走了之后 OK我们就走 我发现这一次这个continental sync 一代的轮胎 就是这个7的轮胎 它们都是主打宁静 而且确实真的有宁静不少 这一次这一个CCC作为可能最入门的这个轮胎 所以我也是蛮好奇它的表现是怎样 现在我速度到了60 OK其实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就是 我不知道从这个麦克风你们听不听到这个差距 很明显就是这个低频会比较明显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这个轮胎的震动 也会比较明显 它传到stairing上面的这个震感也会比较明显 然后声音方面 你可以听到目前出了这个引擎RPM的声让之外 轮胎跟这个地面结束之后还有个嗡嗡嗡的声音 比较低频 比较明显一点点 两者大概是相差 我觉得有一个20%左右把这个声音15-20% 当然这个游吸器是最安静的 不过我没有hard sale啦 这个是真的啦 我建议你们可以是真的是自己去试一下这个轮胎 因为这个轮胎的加强其实好像还不错 所以我在考虑Rudor的Iris 是不是也要换这个CC器 因为15寸不会太贵 OK啦我们现在已经试完了这个CC器的轮胎 其实基本上这个轮胎是属于比较 这个经济的轮胎 所以你不能拿来compare 弄新轮胎 但是我觉得它的价格跟这个隔音表现 其实都是非常的一个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是主要的升级点 在于它的这个耐用度更高 然后它可以维持这个巅峰状态更久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讲你最近要换轮胎 然后你的budget有限的话 在这个价位里面 你可以去选择一下这个轮胎试试看 因为我在这边这个赛道试了之后 我是觉得这个我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去试这个UC7 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是UC7的用户 但是一般都是在失去价值居多 所以很少会在这一个赛道来测试 所以我就来赛道测试下这个UC7的表现 然后据说它会有这个City的操控 跟这个City的break 如果你真的是很介意那种City表现的话 那么接下来影片你就可以错过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test 就是在试它这个City的break 可是这个是游戏器 之前我拍游戏器影片的时候 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享他们担心 这个游戏器的这个 City的表现会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赛道测试 然后我们会以维持60的速度 然后等下进完看它的抓地力怎么样 刚才其实我已经试驾了 它们这个同级对手的表现 那个真的是 Lost Control 到高高 好彩是有这个DSC Kick-In 所以才会有这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一个 游戏器的表现 当然我对它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用了差不多三四个月 所以 OK Go OK 现在我们维持60的速度先 OK 维持60 维持60 OK 然后 放油 转弯 喂好很多 好很多 真的好很多 对对 Driver 感觉得到 对 Driver 感觉得到 真的是完全不同 刚才真的是Lost Control 整个真的是 VSC 没有 Kick-In 的话 真的是车会失控 可是这个就是 完全就过了 就是有一点点 Under-Steer 啦 但是你控制得到 对你还是Under-Control 的 它不像刚才那个Compatitor 这样子 整两车其实是Lost Control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赛道的表现啊 所以大家相信它的隔水是真的比较好的吗 所以 如果 Magic Go 的话去试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Test OK 现在我们是做这个 10D 的紧急刹车测试 你可以看到这个路上都是水 然后等一下 他们会以一定的速度 到了这里之后 然后他们会进行刹车 然后看一下他们刹车距离需要多远 两台车都是采用不同的轮胎 一台是采用这个游戏器 另外一台是采用他们的Compatitor 就是他们对手的轮胎啦 这个测试基本上是骗不了人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成绩会是怎样 这个湿地的紧急测试 等一下我会从这边Full Trotter 一直到前面来一个紧急brake 我们看车子从动到完全停下 需要多少米的距离 OK,we're going now 3,2,1 26.7 OK,我们完全停止用了26.7米的距离 OK,看一下我们的Compatitor轮胎需要多长的距离来完全停下 OK,接下来我们就是用这个Compatitor的轮胎来做这个紧急沙特的动作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动作是一样 从这里Full Trotter到前面去Emergency Brake OK,我们等那辆车回来先 OK,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OK,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1,2,3 OK,brake I think I brake really OK,虽然我有早一点点拆刹车 但是这个距离还是要27.3米 所以可以看出这两个轮胎的这一个差距 其实是有点明显 我刚才是有点不小心有点紧张拆刹车了 不然的话它的距离会更远一点 就好像我们刚才前面的这个朋友他有讲他测试道是28.3米 我这边是27.3米 我们大概是距离差了一个1米左右 不过我提早brake 所以可以看出这一个成绩还是蛮明显的 因为我在这个游戏器的时候我两次都是26.7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游戏器的这个实地刹车好像不错哦 OK,各位朋友我更正一点 刚才我讲我比较早踩刹车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数据是从这一个机器计算而来的 所以不管我是在哪里踩刹车 成绩都不会有影响 只要我是进入实地的范围刹车的话 那个成绩就是准确的 所以我的成绩是26.7跟27.3 这个游戏器的这个刹车表现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所以看到吗 这个游戏器的刹车表现确实不错哦 而且刚才他们有补充的重点 就是他们这个competitor的轮胎呢 其实价位是跟这个游戏器接近的 所以这样的对比我觉得很公平啦 OK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测试范围 总共分为四项 就是这个舒适度 实地的表现 实地的Handring跟实地的刹车 其实整体下来这两款轮胎就是CCC跟UCC的表现都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轮胎还是值得推荐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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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